这是一辆主战坦克 它有着可以旋转的炮塔 高大的车体外观和厚重的装甲 这是一辆坦克兼机车 它的车体低矮 没有炮塔 装甲也比较薄弱 现在根据上面的信息 请判断它是主战坦克 还是坦克兼机车 对这辆车不太熟悉的朋友 可能会根据它没有炮塔的结构 小车扛大炮的设计和低矮的外形 判断这是一辆坦克兼机车 然而这辆瑞典独立研发生产的103型坦克 却是一辆不折不扣的主战坦克 甚至在各项性能上 还不输同期的北约华约主力坦克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辆S型坦克到底有何特色 长期以来 瑞典的国防工业一直是屁股上挂暖壶 有一定的水平 时至今日 波福斯 萨波等品牌 仍然是世界军火市场上的重量级选手 然而时间回到1945年 随着纳粹倒台冷战开始 瑞典的国防形势也在悄然改变 在二战中 瑞典一直和英美等国走得比较近 又是芬兰的传统盟友 虽然在芬兰割地赔款之后 素分之间关系尚可 芬兰也在美素之间保持中立 在夹缝中求生存 但瑞典人心里也明白 外交上的中立 远远不及军事上的独立 为了防患于未然 将苏联人的钢铁洪流阻挡在国门之外 瑞典国防军急需武装自己 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那当然是左翼与苏联抗衡的战车 此时的瑞典军方发现 虽然从德军闪击波兰到柏林沦陷 欧洲战场打了不到六年 唐克却以令人发指的速度进化着 1939年 德军最先进的是13号和4号唐克 而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 苏联那边已经掏出来了S3重型坦克 美国那边有攀星这种大家伙 而在瑞典这边 最先进的要数自主研发的42型坦克 从外观上也能看出来 让他去打苏联的斯大林坦克 那多少有点不自量力了 1946年 瑞典军方派出了一位名叫斯文贝尔格的军官 前往美国 为瑞典武装部队寻找新型坦克 然而那个时候的大鹰刚刚打赢二战 看谁都逼空照天 英国代表对斯文说 你们瑞典和加拿大纬度差不多 供养坦克一定适合你们 斯文一看当时就急了 我们瑞典是钱多 但人又不傻 供养这玩意儿 加拿大自己都不用 还好意思跟我推销 我看你们大鹰也是没人了 连个好点的坦克都拿不出来 那大鹰真没好坦克了吗 还真有 当时英军最新列装的百夫长坦克 那可是好东西 火力凶猛防护到位 甚至还装了泡茶用的电热锅 简直是瑞典的梦中轻车 然而英国人说了 你们瑞典行买可以 但是现在产能排满了 交付不了 不如你们先把钱交了 回家等通知吧 有个五年十年的 这边就开始生产了 瑞典人这可就不干了 别说五年十年 苏联人的坦克统传欧洲 也就各把星期 大鹰能等 瑞典可等不及了 因此瑞典人开始借鉴法国经验 自主研发了一款 全重只有30吨的 埃米尔重型坦克 然而就在制作了两个底盘 和一个木质模型之后 瑞典人发现 隔壁的大鹰 他拉了胯了 短短几年过去 英国人就陷入了 严重的经济困难 为了换取外汇 曾经眼高于顶的英国人 主动上门 向瑞典军方 推销百夫长坦克 前面也说了 百夫长坦克可是好东西 比这个埃米尔要强上不少 各项指标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相当先进的 价格也算实惠 1973年 以色列人正是靠着 100多辆百夫长坦克 在类质古战役中 硬生生击退了 500多辆T54和T62 瑞典军械部的专家 也都是同行的 看得出来 这些百夫长坦克 具有相当不错的潜力 最终采购了不少百夫长 也就是瑞典陆军 使用的八一型坦克 不过单纯购买英国坦克 并不能让瑞典人安心 他们决定一边列装百夫长 另一边继续寻求新坦克 而当时的军械部 在新坦克的具体方向上 分裂成了两个派别 第一个工作组 提出的是英美方案 代号A计划 预计从英美两国的 设计方案中 采购一种火力更强的 50吨级坦克 而第二个工作组提出的 则是在法国和西德 寻找一种重量更轻 机动性更好 但防护偏薄弱的坦克 代号为T计划 就在这两边朝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一个青年军官站了出来 终结了军械部的口水仗 这个人我们还都认识 就是之前代表瑞典军方 找英国人商量购买 百夫长事宜的斯文·贝尔格 斯文·埃里克·贝尔格 1919年出生于瑞典 和祖父母一起长大的斯文 以优异的成绩 别于当地的技术高中 成功地获取了一份 机械维修工的工作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斯文这辈子的终点 也就是个机械工程师了 然而1939年 他要毕业的时候 欧洲大陆上发生了一些 小小的摩擦 二战爆发了 瑞典的局势也开始紧张起来 斯文是一边服役了两年兵役 一边完成了学业 在服役的过程中 他对坦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趁着瑞典扩军备战 加入装甲军官 学校深造 不过当好一个坦克车长 并不是斯文的兴趣 受到机械专业的影响 斯文更热衷于研究 如何制造坦克 也因此成为了瑞典装甲冰的 工程技术专家 在业余时间 他钻研了许多坦克设计 和建造方面的技术 例如利用镇压 防止毒气侵入车体 改良现有的40型坦克的 涉水深度等 50年代初 瑞典寻求采购法国的 AMX13轻型坦克 但购买案谈崩了 因此斯文领导了一个设计小组 用42型坦克的车体 和废弃的75毫米高炮 组合在一起 导过出了74型轻型坦克 从这个扁扁的造型 大家也能看出 斯文对坦克的理解 是有一些读到之说的 1956年8月底的一个星期六 斯文没有和家人 一起去海边度假 而是一个人坐在桌子前 思考下一台战车的解决方案 整个周末 斯文都在考虑 瑞典的下一台坦克 到底应该是什么形态 他的目光 游离到了桌旁摆放的 一摞杂志上 最上面的杂志封面 是一幅漫画 上面描绘的是 美国人想象中的未来坦克 这辆坦克车身非常低矮 没有炮塔 正在从水里冲向岸上 突然斯文有了灵感 早在1943年 斯文就在一本德国杂志上读到 法国在一辆 改装为固定炮塔的 B1重型坦克上 进行了测试 让炮手可以使用 精确的传动系统 控制坦克的方向 实现车体瞄准 最瞄的是 由于此时已经出现了 液气悬挂 无炮塔坦克 可以将悬挂系统 和无炮稳定器连接 这样一来 坦克根本就不需要炮塔了 而且在斯文看来 去掉炮塔带来的好处 要远远超过它的坏处 首先 由于火炮被埋在车体内部 无炮塔坦克 可以将自动装弹机 放在车体内部 大大简化了设计 复杂的炮塔 传动装置和炮盾 也不再必要了 因此 无炮塔坦克 能够在保证防护的同时 减轻整体的重量 此外 由于炮管埋在车体内部 弹药舱的位置 必然非常靠后 这就给坦克成员的生存性 带来了极大的爆炸 经常开坦克的朋友都知道 一旦弹药价被击中 立刻就会引发 剧烈的爆炸和连锁反应 而如果让车体内部结构 挡住炮弹 坦克成员的生存性 也会大大提高 此外 由于火炮瞄准和对齐车体 这种固定火炮的车辆上 本质上是同一回事 这意味着 驾驶员可以同时承担炮手的职责 而如果给坦克里的 另一位成员 也就是车长 加上同样的控制装置 就能实现完全的冗余 在紧急情况下 只需要一个人 就可以操纵整个坦克 极大的提升了 整个战车的生存能力 那么低矮的车体 有什么优势呢 还记得斯文的履历吗 在斯文去英国考察 百夫长坦克的过程中 虽然买卖没有弹成 但却建立了双方沟通的渠道 因而获得了大量 坦克交战的数据 这些数据表明 有超过一半的坦克损毁 都是炮塔或炮塔坐圈 被击中造成的 而坦克的中下部 被炮弹击中的概率 要小很多 此外这些数据还表明 坦克越低矮 被命中的概率就越低 等于坦克的生存性 进一步提高 斯文对这个设计 越看越顺眼 将它命名为S方案 星期一上班一大早 就找到部门主管霍格伦德 神情激动的对他说 我有一个天才点子 用上我这个坦克 瑞典富国强兵 指日可待 灭祖超美不在话下 霍格伦德有点犯嘀咕 结果设计图一看 你别说 这坦克底盘设计的 有点水平 四对付中轮结构紧凑 车体也很有现代风格 不过你怎么 就设计了一个车体 你炮塔呢 斯文说 您再仔细看看 我设计的这个坦克 特色就是没炮塔 虽然斯文的主管上司们 都对这个提案 是怀疑态度 但恰不住斯文的软磨硬炮 给了他3000瑞典克朗的经费 就把斯文打发走了 要知道 3000瑞典克朗 也不过斯文半个月的工资而已 不过到了1957年初 斯文的S方案就被拿上台前 进行了正式的讨论 瑞典议会认为 就算是造价贵点 性能差点 我们也认了 毕竟作为一款 瑞典自主设计的坦克 S方案具有很好的象征意义 而且能够加强瑞典的 工业设计生产水平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然而 令瑞典议会惊喜的是 斯文的S方案在性能上 绝对是不输同期的美苏先进坦克的 它配备一门伯夫斯 105毫米L7 4000堂炮 和英国的L7通用弹药 自动装弹机 三秒一发 火力强大 成员组标配三人 但早期设计只要两人 甚至一人也能操作整个坦克 前进急速60公里每小时 外形上就不用说了 由于没有炮坦 S型坦克的全高 只有1.8米 比BMP这种步兵战车 还要再上一点 隐蔽性能极佳 总的来说 103型坦克可以说是 能打能跑 造型十分独特 1963年春季 第一辆103型坦克 正式下线开始测试 并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 和国防部长迈克纳玛拉 都对这辆怪模怪样的坦克 赞叹不已 迈克纳玛拉 更是在备忘录中写道 瑞典的新坦克 外形低矮 重量轻 并且具有两栖能力 比我们的M60坦克 更具优势 然而 103型坦克自然也没有任何战斗记录 随着他的90年代 逐渐退出瑞典现役 其实战性能究竟如何 恐怕已经无法考据了 然而许多测试和演习中 103型坦克的性能 都不属同时期 有炮弹的那些主战坦克 1973年 在和英国人的共同演习中 工程师指出 103型坦克无法在移动中开火 并不影响他的战斗效率 1975年 美国人也在 诺克斯堡的美国装甲中心 测试了103型坦克的各项特性 结果指出 103型坦克的设计精度 比M60A1E3更高 唯一的缺点是由于车体较短 跨越障碍和爬墙的能力明显不足 因此 可以说S型坦克的设计 从总体上看是相当成功的 设计者斯文 也由于S型坦克的成功 成为了坦克设计领域 举足轻重的人物 美国的M1E和以色列的梅卡瓦 都在不同程度上 受到了103型坦克的影响 以色列装甲理论的创始人 以色列塔尔将军就曾公开表示 以色列的梅卡瓦主战坦克 在内部结构方面 极大的受到S型坦克的影响 例如前置发动机和独立弹药舱等 而1984年斯文退休后 又被底特律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邀请 成为了他们的技术顾问 直接影响了半个欧美的坦克设计 2004年8月 103型坦克的设计者斯文 埃里特贝尔格在瑞典的家中去世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 他还在为通用动力的未来车辆 M1A2 S1P提供帮助和支持 尽管我们很难将全新的 埃布拉姆斯坦克 和这辆造型怪异的S坦克联系起来 但现如今的M1 的的确确有那么一点点的瑞典血统 M1A2 S1 记得